所以今天是誰有高呼吸的問題呢? 哈囉大家好我是Andy老師 今天要介紹我們切乾的技巧 切乾技巧我們又把它歸類為另外的兩種 但切乾的方式有很多種 好 切乾的方式其實有很多技巧 我們先用最大中最常見的兩個來把它歸類為 所謂的劈曲球跟切滾球這兩種 那劈曲球的技巧呢大致上來講它會有一個彈道較高 那切滾球呢相對的彈道叫低 那切滾球叫做chip and run 然後劈曲球的英文它在自己上面叫做pitching OK 好 那這兩個技巧呢 我們現在會把它分別為兩種不同的 揮竿球位擺的位置 那揮竿球位擺的位置呢 我們現在看一下如果我在打切滾球的時候 我拿一隻切乾我會放在中間偏右腳 中間偏右腳在打的過程中 我們在位置設定完之後 重心會偏向主側 然後手腕是固定的 然後不要有撈起的動作 所以反過來如果我今天要打pitching的話 我就會把它放在中間偏出一點點 這叫做pitching的技巧 所以現在看過來我已經位移到我的右腳尖的位置 然後呢洞口在那個位置時我要產生切乾的動作 就會穩定 好穩定之後呢擺動我的肩膀向前撥動 那它就會朝向我洞口產生一個滾動的動作 那這個就是切滾球的技巧 pitching呢我們在切的過程中 一樣我們會把我們的球位產生變化 放在我們中間偏左腳 那中間偏左腳的時候在打的過程中 一樣維持三角形的擺動 那只是在乾面的過程中 我會稍微設立稍微開一些些 所以你看我在擺的時候球乾面會稍微微微微的開 微微的開 然後在擺動過程中我會輕輕的滑過球的下游 OK 輕輕滑過球一下 它就會有一個小幅度的拋起的動作 好 因為距離較短 所以拋起來的角度可能沒有那麼明顯 所以通常這個pitch球呢 我們比較不適用於在國嶺周圍 OK 國嶺周我們通常都會利用切滾球這個技巧 除非今天你的球位國嶺呢離你很高 然後你必須要乾面跟著打開 打開的時候這個東西叫做 ROP 叫做 高拋球 就不會是Pitch球的技巧 所以在國嶺周圍呢建議各位球友 比較常見比較常用的會是用切滾球的方式 那切滾球其實也可以選擇 比如說有些人會用到52度的球桿 或是劈桿 就是所謂的pitching 這兩個球桿來去做切滾球的技巧 以上介紹給大家切球的這兩種切桿的方式 我現在介紹的是沙針的一些提球技巧 然後在沙針的過程中呢 我們在打短距離的這種頻率的沙針 我們通常呢不會直接打球 然後會打在球的後方 這裡大概一吋的位置 那這個地方呢就是利用 停下去之後呢 乾頭把乾面打開 然後讓沙去帶球給你 所以在打沙針的提球技巧的時候 千萬不要直接往沙裡面壓下去 好記得捨晚屈晚之後呢 滑過球的下緣 滑過球的下緣 然後在放的過程中呢 我們會往這個方向去彈 那這是在短距離的時候的一個沙針球技巧 所以不會打得太突發 或是在球的下緣後方 那這樣打下去可能會飛得太遠 OK 所以會往後面這個用沙的方式去帶走 球的上來 我們就會示範一下 首先 戰術的過程中 我們會把在球位 我們放在中間偏左腳的位置 然後戰有一點點開放式的戰術 那這個開放式戰術完之後 我的乾面會不會打開 球乾面打開之後呢 拒完上彈的方式 我會往我的右外斜的方法做 凹賽的動作 凹賽的動作做上彈 OK 那上彈動作完之後 往下踢 然後踢 把球帶起來 然後這就是沙坑的一個提球技巧 然後往下踢 讓沙去帶球 把球帶起來 這就是一個沙坑的提球技巧 跟這位列島 好 好 記得各位球員們 在打完的過程中 我們剛剛教完沙坑對不對 記得喔 打完沙坑之後呢 我們要把沙坑爬平 這是一個高爾夫球的禮儀 那爬平的用意呢 要讓下一位使用的 有更好的環境可以再練習 或是下一位 下一位擊球的球友們進來的時候 他是比較平的沙坑 有時候呢 下去結果全部都腳印 他的氣球位相對就很困難 這是在高爾夫球的禮儀裡面 非常要注意到這一點 打完球請記得把它爬平沙坑 好 今天的教學呢 你們都學會了嗎 打高爾夫了沒 我們下次見 OK 你還是要講那一句話好了 OK喔 我忘記了 記得喜歡我們的影片的球友們 記得按讚分享加訂閱 記得開啟你的小鈴鐺喔 請問是要弄平所有 還是只要弄平你剛打的位置就好 通常是只要弄平我剛打的位置就好 弄平所有 弄平所有整個沙坑 我挖完可能已經明天了 OK Go了